时间来到了早上8点21分 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先看到卫星云图的部分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从今天开始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开始慢慢的要减弱了 那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 就代表我们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又会越来越明显了 但是白天的时候 基本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所以高温大概就是介在32到35度左右 但是有局部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 我们来看到的是高温资讯图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一样就还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来到36度 尤其宜兰跟花莲是亮起了橙色灯号 就是说可能会连续好几天 都出现36度左右这样的高温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另外防晒的工作也要做好 因为我们来看到紫外线预报图 今天全台各地的紫外线 都还是会来到过量等级 甚至可以看到东半部地区 还有屏东都会来到是危险等级 那就等于说大家在户外可能活动个10到15分钟 就会开始有一些中暑的现象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正中午的时候 尽量还是减少出门 接着来看到定量降水域暴图 关心一下今天的降雨范围 在白天的时候全台各地水气是比较少的 但是今天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是有机会稍微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就是周五过后的时候我们的午后热队流会来得比较明显 比较旺盛一些哦 所以整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 都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的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还是减少前往山区的活动 到了晚上午后热队流是停下来了 但是山区的部分还是会稍微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接着来看到天气走势图 关心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从今天一路到下礼拜二 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是会稍微下着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那周五过后的时候山区的部分就要特别留意这几天 都是会有午后雷震雨的 那来到下礼拜三的时候包含了整个东半部地区哦 所以花莲跟台东以及恒春半岛都会开始下起雨来 而且雨是会稍微明显一些 另外其他县市都是维持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但是呢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平地的部分 都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的 最后关键字我们要来提醒您 今天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是会稍微下着局部短暂震雨 但是呢雨量不会来到非常的大 那另外呢就是中午过后整个山区的部分 也都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加留意 以上就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撐 下午 ord strategies necessary 啊 是不是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